我们已经在面包板上连接好了这个数字逻辑笔的电路 这个电路非常简单 由两个三极管构成的一个开关控制电路 使得当这个探针 我们用一个软导线制作了一个探针 当探针检测到高电瓶的时候 红色的发光二极管点亮 同时风鸣器明显 而当这个探针接触的是低电瓶 测量的是低电瓶的时候 蓝色的发光二极管就会点亮 我们现在闭合电源开关 然后把这个探针分别和高低电瓶 接触一下看看效果 高电瓶也就是这个电路的电源的正极 我们看到接触到了以后 红色发光二极管点亮 同时风鸣器明显 如果接触的是低电瓶 也就是地线 蓝色的发光二极管点亮 这个电路非常简单 有几个简单的元器件 构成了一个逻辑笔 这个逻辑笔将作为 我们后面学习数字电路 和进行数字电路实验的时候的 一个非常便捷的工具 我们可以把这个电路 保持在面包板的右侧 这个探针呢 还可以用来对其他的这个电路的状态呢 进行一下检测 进行一下检测